欢迎收听今集的卓游讲,我是迷高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People on Board的Thomas上来 大家好,我是Thomas Thomas,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其实People on Board是一个社会企业 其实整件事是怎样的东西呢? 不如我介绍一下People on Board是怎样的 我们的中文名叫落在其中社会企业 英文名是People on Board Social Enterprise 球食成立了多久呢?我们4月的时候才成立的 2012年4月的时候成立的 我们成立的目标是希望可以通过我们去推动这个卓游 令到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青年人可以用到这个工具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一个社会企业的手法 去推动这个Churchsir的运动 我们其实最终希望可以多些人去用这种东西 令到各方面也有得益 好,你刚才有提及过一些家庭的关系 以及社会企业的模式 那可不可以多说一些给我听 社会企业是怎样的运作呢? 社会企业是怎样的呢? 其实社会企业都是用一个商业运作的手法 去达着一些社会目的 我们再说清楚一点 其实跟社会服务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商业运作和在社会服务里面是不会有的 可能我们一般会认为 社会服务是一种施与受的过程 但是社会企业我们希望可以用一个 例如管理的手法 例如买一卖的形式可以达到那个目的 那我们社会目的有什么呢? 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盈利会用在哪里 如果一般的社会机构 我们会说我们的盈利会追求盈利最大化 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的话 我们其实最终希望可以将那些得到的盈利 放在企业那里持续去发展 这个是最不同的地方 即是你赚到的所有的钱用在这个机构 再去做一些社会服务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问题 其实本身我是一个社工 过往我们在社会服务的手法上面 都用很多blog game 去尝试摆在不同的服务层面上 但是为什么又会去搞社企业 因为我们看到当我们用社会服务手法推人 我们会有一些局限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个社会企业的运作 可以弹性去推广 我举个例子 我们都会尝试去申请一些基金 去做一些计划推广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但是其中一个 我记得到最后阶段 我们可以去见我们的審批委员会 他会最后去决定 究竟可不可以撥款给我们 去推广我们的blog game 在青年人的界别有多少个计划 我们去到最后 看到委员会 委员坐在面前 我们就放了一些不同的卓上游戏 一下放在桌面 希望告诉他们 这些就是卓上游戏 这些就是卓上游戏 哇 这个配件很漂亮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大富翁也是足够的 这个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他很清晰地说 很感谢你令我们委员会大开眼界 但这些事情 连我自己本身都没有见过 我又不相信 这个时下的青年人会玩 所以我记得那一次 是被人推荐了 再说是我们 都遇到这些情况 所以我们想 其实都要依赖政府 当然我们不是完全不靠政府 不如我们自力更新 我们都依靠政府 我们还用亲人政府 但我们就再不用依赖 申请撥款的模式 我们尝试去考虑 就是会说 我们有什么方法 可以自负盈亏 我们就用了我们现时的 那个运作模式去尝试去做 其实听你这么说 都可能有很多的困难 导致有很多的局限 令到社会的服务 就做不到你们现在做的事情 可以再说多一点 就是我们希望 例如我们在家长层面上去推 家长其实我见到一些 家长他们都尝试去用这个 就是我们很希望有一件事 就是我见过一件事 有个小朋友 我见他在这个封杂的大电视 他站在一个大电视面前 不如用手去捉那个屏幕 我想他误会了 他将IDTV 误会了和他在家玩的iPhone 一样的租入方法 他在转的萤幕 他以为这样可以转台 其实可以看到 一些资讯科技发达 或者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去融入我们生活的时间 如果是过分滥用的话 其实可能会有些问题 我以前服务区的 有个校长跟我说过 他有个家长 有个小朋友 他不断地迟到 校长召过家长 有个小朋友问 为什么你的小朋友迟到 是否在家里发生的问题 家长很自豪地跟他说 因为他小朋友每一天都要打机 而他非常熟练地 在催促他的iPhone 他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表现 所以我不想制止他 而且他又这么聪明 可以做得到 你看这个iPhone新的 你看 可能有些家长 都有些心态上的问题 我想说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希望可以 用Block Game 去取代一些 类似iPhone iPad 告诉我们的家长 其实我们的亲子时间 都有高质的亲子时间 或者低质的亲子时间 当然我们可以很累 回到家里 坐在一起看电视 可以的 是一个亲子时间 但是我们更希望 如果家长愿意 你可以跟他说一下故事 但其实都可以玩一下Block Game 但是Block Game 你觉得有什么优性之处 令到你觉得 家长都可以去选择 成为一个同小朋友玩的工具 Michael 这个很问题 为何我们当时研究 我们会选择Block Game 作为我们家庭的其中一个夹点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 家长会跟我们说 我们很忙 我们时间很短 我们在家的时间很短 我回到家 我还要跟小朋友做功课 我们又要休息又要吃饭 其实可能相聚的时间不多 你跟我说玩大虎翁 那你只是玩我而已 你告诉他一副大虎翁 就是一副要玩多久 他们的印象之中 就是这些游戏 我们会告诉他们 现时我们一些新式的Block Game 我们叫得式游戏 他们有很多游戏 设定的时间会短一点 可能15分钟 15分钟都可以有一局 现在我们最容易可以在玩具反斗城 买到的Monopoverty Deal 就是指牌大虎翁 这些他们就会 短时间的 他们会比较容易接受 另一个就是 家长也会跟我说 如果你的游戏要学很久 游戏的玩法很复杂 他们不是很想去接触 说明他们不想看说明书 你能不能够很两句 告诉我 就是怎样玩的 大概这样玩 我回家就可以这样玩 那个游戏又不太短 当中又充满欢乐 那就最好了 那么一副这些游戏 有多少钱呢 我们当时 可能在说卡卡城 或者我们讲的一些 就是教室入亲戚玩 可能的价钱都要上200元 或者300元 那他们就会觉得 一个风险 你的投资很大 就是买回来 他又不知道是否会玩 就是我们又会担心 就是他们又会担心 那可不可以有些便宜的游戏 我们可以买回去 就是我们当然玩过 我觉得OK 那我买回去 和他尝试玩 可以吗 价钱可以便宜一些 那我们蛇忌其中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些 产品 就是价钱可以让我们降低一点 但是除了譬如说 价钱是合理 那游戏又简单易玩 最重要是快快手玩得完 之外 那你们社旗是有什么方式 可以譬如说 推广到给家长 或者是学生 或者小朋友等等 他们接触到游戏 固然的游戏 玩法假单易学 但是当中的策略性 又可以令到一些成年人 就是感觉到兴趣 所以我们去尝试找一些游戏 设计游戏 就是游戏设计最难题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 那我们要去推广给我们 坊间的那些 不论的奸障或是学生 其实都有很多手法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又要讲题材了 是的 是的 我们的家长他们会看 就是你跟他讲 什么卡卡城 大哥 就是这个题材 跟他很离新 就是他们会想 可否有些题材 是他们用起来 会顺手一点 就是这样 也是一个引发 为什么我们 会尝试去出版 去设计一些 香港的原创 的卓上游戏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 一些题材 他们会觉得 就是配合他们的生活 又可以配合到 他们实质的 他们自己去玩的时间 你也知道 香港家长的 就是你吃碗面 喝杯水 你也要有够意义 就是游戏 比较容易些 去讲多些相关的东西 那他们就会 比较容易些接受 那当然 我们的青年人 我们也都要去看 就是青年人要去 玩一球游戏 其实要有个机会 那么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需要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社交的需要 一个场所 一个合适他们玩的游戏 我觉得是需要 可以给他们 就是讲到的 有机会 另一个就是 有没有一些配合的推广 所以我们 Puble on Board 我们会做一些 针对他们的思想 是 或者是我们一些 相关社工的分享 或者是推广会 那一定是讲到 我们自己的游戏 我们都会 好像我们在早期 我们都会尝试 邀请一些不同 就是专业的讲者 例如我们 我们试过邀请一个 爱尔兰设计师 来到香港 他会和他们 分享他们自己 一些用卓手游戏 在外国的教育经验 有些香港的老师 就讲一下 他们自己本身 在通识教育上 如果用卓手游戏 的经验 是怎样的 其实都是希望 可以告诉一班人 听 告诉一班人 听 就是告诉一些 青少年人相信的 师长 或者是老师 社工听说 卓手游戏 是一个可用的工具 你们都可以尝试 这个也是我们的推广手法 也要靠很多人物的协助 才可以达成这件事 要不断敲门 就是要成事 我想需要不同的网络 就是这些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工最喜欢说 就是要不断去通过一些 就是我们不会说钱 就是这么多 我们很多都是一些 无形的资源上面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协助 和沟通 或者推广 可以帮忙去推动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其实你们做这么多事情 在资源上 就是除了金钱之外 其实很多事情 都很大的付出 要说是有没有有心人去帮忙 我们本身有很多不同的义务顾问 你看到我们网站onlist 我们有几个 其实实际上更加多 就像你看到我们的一些卓上游戏 你会看到 哇 英文都不错 那些简体字都真的 尽量用回各种 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伙伴 是义工来的 他们会认同我们的理念 他们都知道我们的资源很有限 他们会帮忙去做一些类似的 修订 翻译 就是设定 再说我们的游戏 就是我们自己出版 现时我们出版正式 有大概三款主义游戏 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伙伴 会帮忙去做一些游戏的测试 也会告诉他们 哪些是配合市场 哪些是不配合市场 怎样令到游戏更加在商业运作上 可以获利 这个也是我们的伙伴上的协助 你知道是做社工的 我以前老板经常跟我说 社工去做社企 你听得倒閉吧 不是做社企 就是做商业运作 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差的 老实的 我心想 如果我营商是叻的话 我未必就去讀社工 但是只要这么说 你那个心思 你的态度 都不是想纯粹靠商业 而是想对这个社会有些承担 你才会选择这个社工 相向的 这是第二点 就是为什么会讀社工 这是第二个题目 但是你说 如果我们希望令社会向好 令社会更加美好的心 我想是一样的 我们社工有一些基本的相信 就是我们相信人会改变 我们相信通过努力 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美好的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相信 我看回你们刚才说 四月才成立 到现在 我当时只有七个多八个月 这麽短的时间 都出了三副游戏 其实我觉得很厉害 我只能够说 机会只是留给一些有准备的人 其实很老实 现在那个游戏 我们的运作模式 不是说是最理想的 我们有更加理想的运作模式 我相信这个 可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OK 好了 今集我都听了Thomas 分享这麽多 由社会服务 变成社会企业当中 经历过一些什麽事情 他有什麽元素 是要导致到 他今天 我觉得八个月里面 出了三副游戏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事 正如Thomas所说 其实机会 真的要留给这个 是有准备的人 希望大家 在游戏价里面 都可以是 准备很充足的自己 等机会来到的时候 香港的出游戏 就有发展的空间 也有他们辉煌的一面 那我们今天都很多谢 Thomas 他分享了他的心路 那我们下集再见